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至2019年12月7日中午12点 兰州市疾控中心经过对兰州兽医研究所317名师生进行布鲁菌检测 其中96人呈血清穴阳性 目前均为隐性感染 无明显症状 2019年12月26日 甘肃官方通报了中国农科院兰州处研所布鲁菌抗体阳性事件调查处置情况 专家组称2019年7月24日至8月20日 中目兰州生物药厂在受用布鲁菌疫苗生产过程中 使用了过期的消毒剂 导致废气灭菌不彻底 废去中带菌 南州兽研所处在该药厂的下风向 人体吸入或粘膜接触前述废气中的布鲁菌 导致南州处研所181人抗体阳性 那么布病到底有何危害呢? 布病是由布鲁菌感染导致的 它的病源是一种戈兰阴性菌 在国际上被列为二类生物恐怖战技 1886年 由英国军医布鲁斯从死于马尔他热的士兵体葬中分离出来 因此该病被命名为布鲁菌病 在我国属于乙类传染病 布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 主要在动物 包括牛 羊 狗 猪等之间流行 人类应接触病畜或其污染物而发生感染 该病发病机理复杂 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 机体感染后很难根除 布病属于职业病 养殖屠宰人员 皮毛乳肉加工的虫业人员 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可能感染布病 布病也属于地方病 凡有虚目业的地区都可能有布病的存在 近20年来 我国布病疫情持续高发 内蒙古 新疆 东北三省 河南 河北 山东等畜牧业大省 布病疫情尤其严重 已知有60多种动物 可以作为布鲁菌储存宿主 牛 羊 猪 犬是最常见的传染源 我国的布病主要由羊传播 家畜患病后往往发生流产或死产 其阴道分泌物特别具传染性 皮毛 内脏 胎盘 羊水 胎畜 乳汁 尿液 也常存在病菌 病处乳汁中带菌较多 排菌可达数月至数年之久 动物之间可以通过分娩 母乳喂养 性胶进行传播 人通过为病处接生 皮肤黏膜密切接触被污染物品 食入 呼吸道吸入等多途径发生感染 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播该病 本病主要导致母处流产 病处还可表现为 睾丸炎 腹睾炎 乳腺炎及关节炎 人类对布病普遍易感 布鲁菌进入机体后 抗体阳性不等于发病 布病通常潜伏期为2到4周 血清血检查阳性说明接触过布鲁菌 机体产生了免疫反应 需要动态观察2到4周 如果抗体没有动态变化 说明是布鲁菌的隐性感染者 人需继续接受医学观察 通过观察 如果潜伏期没有发病 应该是安全的 患病后所获得的免疫力不牢固 持续时间约1到2年 在疫区经常见到反复感染的患者 这表明痊愈后 机体对布鲁菌仍然敏感 人感染后 急性期患者会出现高热 关节疼痛 肌肉酸痛 布鲁菌在细胞内寄生 当细胞繁殖达到一定数量 侵入血流 发生菌血症 导致发热 间歇数日可再次发生菌血症 导致体温升高 反复菌血症 使患者呈波浪式发热 临床上称为波浪热 感染后1到3个月 是治疗的最佳时机 治疗需要选择合适的抗菌药物 连续使用8到12周 如果急性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病程超过一年 就会进入慢性期 由于病菌在全身各处迁徙 患者长期浑身乏力 关节疼痛 多汗 无精打采 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民间俗称为 滥汗病 该病可导致男性搞完颜 女性流产或不孕 不病的预防 建议疫区人群和畜群 接种减毒活疫苗 有效期约一年 养殖户要做到科学养殖 规范屠宰 养殖区和生活区要分开 牲畜卷舍要定期消毒处理 清理卷舍要失事作业 做好个人防护 防止气溶胶传播 购买牲畜要减移 饲养牲畜要免移 严格控制病畜流动 避免患病和未患病的牲畜混养 严禁徒手直接接触 病畜流产物和死胎 病畜流产物 胎盘等应消毒或焚烧后 深埋 病畜应及时捕杀处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饮尽可能减少与牛羊等家畜接触 牛羊肉要煮熟后食用 特别是吃烤肉 蒜肉的时候 一定要烤熟煮透 家庭加工过程中 按板刀具等做到生熟分开 波鲁菌在乳及乳制品皮毛中 能长时间存活 但不耐热 在高温下数分钟 即可被杀死 所以生鲜奶要煮沸后 才可以放心饮用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